哈喽大家好,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,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经典电影《青天大圣》,本片由著名导演刘振伟知道,主演由谢霆锋、蔡若妍、范冰冰等担任,于2005年上映,本片在我看来是很经典的,特效超过五毛,剧情超过一块,是在《大话西游》之后的一部新作,由谢霆锋担任的唐僧带领几名爱徒,在经历千难万险之后,终于来到了终点站《沙车城》,并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。 谁也没有想到,热情后面隐藏了巨大的危机,城中的全部小孩被千年输妖给抓走,必须要用唐僧来交换,这千年输妖也并非党闲之辈,法力高强,小弟众多,即使大圣用尽72般变化,也无法预知抗衡,被输妖按在了地上摩擦一顿。 这一战,除了唐僧侥幸逃脱,三名徒弟皆被擒火,唐僧带着金箍棒掉落在了妖族部落,勿被当成情吃孙悟空,这里已和《大话西游》有一定联系,说的是孙悟空和紫霞尖子的那段虐情,唐僧就这样被稀里糊涂地关押,看守她的小妖叫做月美燕。 美燕是妖族的一个怪胎,长相丑陋,没有人愿意和她扯上关系。 美燕有一个毛病,就是很爱唠叨,话多到连唐僧都觉得很烦,由于她被当作了情吃孙悟空,再加上美燕没有人跟她说话,两个人的相处让美燕喜欢上了唐僧。 美燕的洞里有一个巨大的白蛋,唐僧无意中看到了里面的美女,长相惊艳,清纯如花的公主。 唐僧被公主的美丽所震撼,此时,书妖爷找到了这里,悟空在离别时告诉过她,只要对金箍棒说出爱你一万年,就能够使用她。 这里再一次用了大话西游的梗,不过这句话被美燕喊了出来,同时也知道了唐僧的真实身份,在一股神秘力量的帮助下,误打误撞救下了她。 两个人乘坐小船逃到了东海岸边,遇到了东海的龟丞相,在讨论杀她还是杀她妈的问题上,双方未能达成一致,龟丞相一气之下自杀。 死因因为找不到唐僧老妈的家,唐僧也给出了合理的解释,她老妈经常搬家,真的很难找。 美燕顺便拿着帮子揍了龙王一顿,这一下祸终于闯大了,唐僧打算去天庭自首解释清楚,没想到龙王早就告状在先,和四大天王在她老妈的问题上再次未能达成一致,四大天王也被美燕暴揍了一顿,顺便留下一泡鸟屎作为纪念,带着唐僧来到一个妖怪村落。 这期间,美燕已经爱上了唐僧,为了能让她永远地留在自己身边,她骗妖怪说,唐僧中了剧土,一个月之后才会解毒。 她希望这一个月能把唐僧变成妖,并上演了一出苦情记,让唐僧举起棒子,暴揍了天兵。 其实,这都是妖怪假扮的,唐僧在一个月学到了妖怪的恶,对美燕也关爱有加。 在一天晚上,她再次遇到了公主,公主自称自己是人类的祖先,早在冰河世纪就离开了地球。 这次是飞船在时光隧道出现故障,才掉落至此。 卫兵为了找到失落的公主,和妖怪们打造在一起,被打败的妖怪说出美燕设计欺骗唐僧的事情。 唐僧对此很伤心,怒骂了美燕,带着定海神针和公主一起去救徒弟,留下了独自伤心的美燕。 同时,她也得知了自己是河边捡到的,并非是妖怪所生。 美燕的这个名字也是偷拿公主的,公主的真名才叫月美燕。 在捡到她的同时,还有一个盒子,这个盒子就是她来历的秘密。 她也是高鹤级人类,蜕变后的美燕非常漂亮,也可以称她为天使。 此时的人类正在和树妖大战,昏天黑地,不分众伯。 千年树妖的本体就藏在地底下,只要用末日炸弹炸掉她,树妖小弟也会全部消失。 这么艰巨的任务,人类无法完成。 悟空的定海神针也在今天罢工,她今天不想打架,休息一天。 在关键时刻,美燕救下了唐僧,正如大话西游的紫霞仙子一样,她期待一个踏着七彩云彩的人来娶她。 这次,只不过换了人,变成了女救男。 美燕变漂亮之后,也没有抛弃唐僧。 这让我再一次相信了爱情,拯救世纪的重担落在了美燕身上,孤身一人勇闯地穴。 这特效,放在十年前,是很精良的制作。 创意也是无极限,定海神针,变身超级加特林,六根冒蓝火的哒哒哒哒。 可能悟空都不会想象到,有人会比她更会用金箍棒。 可以看得出来,金箍棒也是根不太正经的棒子。 经过一番大战,美燕毁灭了树妖,救下了悟空师兄弟。 时空隧道已经打开,公主劝说美燕和她一起离开,可是美燕还有事情没有做完。 如果她就这么离开,归成像和四大天王的事就会算到唐僧头上。 为了心爱的人,美燕主动承担了下来。 唐僧来到天界,打算讲道理。 作为过来人的悟空深知一点,如果能讲道理,她也就不会被压五百年。 当年,悟空大闹天空,今天,唐僧正为爱痴情,为了心中所爱,可以丢弃前途。 拼尽自己最后的一口气,可是,她的力量还是拯救不了美燕。 在最后,佛祖出现,她问唐僧,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,只能让她和美燕在一起维持到今天日落。 她是不是会接受,也因为她会答应? 所以,她的爱是有限的。 爱一个人,不一定要有结果,不追求结果就不会有尽头的一天。 现在,美燕为了救唐僧,牺牲自己,她知道以后没有机会再次相见。 这种不追求结果的爱是无限的。 现在,唐僧烦心未定,未列先奔,所以需要冲头再来。 美燕死罪可免,活罪难逃。 惩罚她变成白马,陪唐僧重新来过。 重新经历九九八十一难,电影结束。 本片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,爱情是那么纯粹,那么奋不顾身,充满甜蜜,也很悲伤。 好了,本期就是这样,我是老乌条。 喜欢点订阅关注,下期再见,白了个白。